抗議蔡英文 抗議蔡英文 霸凌軍公教 霸凌軍公教 頂握拳頭吶喊軍公教好怒 就怕老年生活失去依託 因為軍公教內部引爆爭議 有高中老師投書 痛批只有1995年之前的人 才能領到18%退休金 如果退伏辦法不變 被少數所謂的軍公教代表綁架 那麼新知後的公職人員 必定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那個時候來講是一個自肥政策 對他們自己來講是自肥政策 但對小老輩來講是沒有肥到 原來1995年新智取消18% 軍公教平均每月少領5000至1萬元 新智公職好擔心 如果10年後退伏金破產 恰好是第一批純新智人員退休的開端 年輕的軍公教繳了一輩子的基金 最後必須面臨多繳延退少領不堪的下場 那時候都沒飯吃了 當軍人都等於是沒飯吃了 給你18%不算什麼啦 因為不會只有限職人員 退休它也會有影響 雖然說10年前就喊說要破產了 但這10年來 這個基金的規模 我說軍公教退伏基金的規模 還成長了將近3000億 強調退伏金沒有破產疑慮 但是制度改來改去 民眾無煞煞 更感嘆退休金看得到吃不到 這個年輕制度也存在很多的不公平 像我們有很多的勞工 他領的都非常少 每天在餵五斗米折腰 他們用比較沒有好的做法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不好 目前社會18%退伏制度的軍公教約42萬人 政府再不拿出作為恐怕難以服眾 東三財經新聞林歐志五 由十五台北採訪報導